这就是他们家烤脑花里的天花板 叫老马脑子烤豆腐 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在南罗五巷 带你们吃一家北京脑花天花板的店 对吧 就是后边这个脑子加工厂 除了脑子 他们家还有特别厉害的 宜宾小串 那到底味道怎么样 咱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Let's go 招牌粑烧69块钱 爸爸和牛 对吧 跟他这种刷酱 叫的就是甘香味 你知道吗 北方那边吃羊肉 咱北方吃羊串啊 都是嫩 然后他们那边说 说四川那边吃羊肉就甘 香 麻 这个比较重要 确实挺麻的 然后来这个吧 这就是他们家烤脑花里的天花板 叫老马脑子烤豆腐 豆腐也是猪脑的 然后再加上一大份猪脑 看下来尝一尝吧 特色小勺对吧 这都是外边定做的 老板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餐饮人对吧 勺子都改进过这样 不会吃到汤 更多的都是脑子的味道 在别的家吃脑 吃猪脑 基本都是滑 嫩 你知道吧 你在他们家吃这个猪脑 吃到一个是味道比较透 另外一个就是绵密 就是你能吃到这个脑子的脂肪 慢慢在你嘴里化开的这个口感 贼好 而且它上面就是大量的芝麻 跟花生碎 所以嚼起来的时候还有另外的口感 会吃来他们家一定点这个 千万别点那个单独的脑子 多饮 说他们家烤串师傅也是老板 从移民挖过来了 跟这个师傅 连着吃了五天烤串 就把人家搞定了 微微的有点甜味 外边有这种比较浓的芝麻的香气 这个细细的叫羊排肉 没吃过 这之前来他们家从来没点 我尝一尝 嗯 有点牛胸口的意思 吃起来是脆的 对吧 这个就是他们家比较有特色的 猪鼻筋在北京其实不太多 但是只要在北京做这种川式烧烤的都会有 猪肉版的金针菇 然后吃起来像金针菇那种脆劲 大蒜套为啥 蜜酱大烤牛蛇 你看这种其实就是 蛇根或者蛇中段都不够了 尝一尝 焦香味然后甜味 加上本身牛蛇这种比较有韧性的口感 主要是你嚼起来整个这种牛蛇就在往外挤这个汁水 这是单点的一味蒜香的 上次来的时候吃了番茄的没吃蒜香的 这次尝尝这个蒜香的 我看你看这底下也好多蒜尝一口 就他们家的脑子处理的真的很好 说都是什么叶蛋几栋送过来 然后再用若干种香料腌制去除这个脑子里的腥味 如果你单吃猪脑或者单吃豆腐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它的口感像 但是你把两种东西放在一起吃 我跟你说这个感觉让你会非常清晰 豆腐是什么味儿 猪脑是什么味儿 我们已经吃完了两个人286 尝试了很多东西 但实际上其实花不了那么多钱 如果你们来我个人就推荐什么 点一这个点一把69围单串 100多块钱吃得贼好 就如果来他们家就点猪脑炖豆腐 我觉得让你对豆腐跟猪脑的口感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 这个好吃 然后牛蛇好吃 四片二至九 大概就这么情况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饭店 我吃了你吃了 这期视频播了 拜拜